11月13号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8次领导人非政治会议期间 应约同日本首相兼职人会晤进行了交谈 胡锦涛强调 中日两国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 双方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 牢牢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努力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胡锦涛指出 双方应共同努力持之以恒开展民间和人文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 监制人完全赞同胡锦涛关于中日关系发展的意见 希望双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 监制人还祝贺上海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 昨天傍晚胡锦涛和监制人的会面成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 在我手上有两份报纸 朝日新闻和独卖新闻 这是日本两个最大的日报 而以他们为代表几乎所有的日本媒体今天都把这次短短22分钟的会面作为头条 除了媒体之外 这也成为许多老百姓所关心的话题 东方卫视特派记者 日本横滨报道 支持优优交流 不청急作为什么 百姓提供 稍然